盘点那些活着通透的人类 特别 也收了四五千 苦苦相逼何必呢 说是一开始你都要敬畏匹配 明白吗 如果你一开始敬畏匹配不对的话 祝敬两个人在一起 祝敬是个悲剧 明白吗 看那边那男生没看到没 看到了 嗯 年薪百万 乡了三十多岁期 全部都失败了 啊 被啥呀 我刚才长得还行啊 这高高的 是说的 因为他要求跟他相亲的女孩 酷茶 就医记录和开访记录 这男有病吧 人家不是有病啊 人家是清醒啊 我刚刚跟他聊了 人家这么说的 老师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女生 跟一个男的玩累的 然后就找一个老师结婚 当接盘侠 操控我们家三代的积蓄 买房买车给他理 还得给他优渥的生活 哎 我真做不到啊 我也真接受不了 如果非要这样 那我宁愿出不通了 我听完他说这句话 说实话 我感觉其实挺深的 这个男孩活的那真叫通透了 所以我真想给我些男生一些真实的建议 男人就得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 晚婚 然后闷声赚钱 Top3 我觉得不结婚自己过一辈子好像是 没有家庭 那过什么了 没有家庭就不能过日子了吗 不日子是可以过 但是好像没有笨头吧 没有笨头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有了孩子才有希望 我觉得要将来没了孩子 你过自己的日子 是啊 自己这一辈子没有负担挺轻松 但是呢 他未来你就没有多大的希望了 对你这一辈子肯定别人轻松 养孩子肯定压力大 你对不对 要花钱 辛苦一点 但是他是希望啊 将来孩子有了本事也是你的荣耀啊 对不对 孩子成才你不光荣吗 对吧 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啊 孩子有本事是国家的动力啊 对不对 我都可以啊 咱不是 我们现在工厂造人 你要不要去打工啊 我为什么要去打工啊 你不打工你没钱啊 啊 我也没有车带 我也没有皇带 我也没有媳妇 我为什么要去打工啊 我打个拆子中啊 你没有我有啊 你要管我什么事啊 啊 只要我不做的 你永远过不上你想要的 他已经结婚了 不管怎么样 你不要去说他们 不要管 要你不舍得上的 你不舍得你 你嫁都不要嫁出去 你不舍得 这娶都不要娶回来 两个人在一起 你去穿架干什么 两个人把他们打起 跟你没关系 如果你儿子和你儿媳妇打起来了 你不想爸爸吗 我挑逗你了 我去打吧 回头他们还是睡在一起 你不是脑子有病吗 不要去穿 要你去凭什么女儿呢 好了坏了 你不要把自己小心眼 脑子的时候想着小东西 都穿在小孩身上去 你是害他们 你做得懂好事情 你做不懂 随便他们做了不做 这样我感觉蛮好玩 烧点吃吃 这就叫家庭玩 都付出也无所谓的事情 因为你付出的不是别人 先生 儿子 媳妇 孙子 一家坐在一起吃开心的 那你不觉得这样很辛苦吗 我不辛苦啊 我感觉我做得都很好 我每天都要做这点事的 我活得也很开心了 天天上早要锻炼生日 我们走走食材步 唱唱歌 去找自己开心的事情去 在买房呢 买房呢 这年头挣钱多费劲呢 我问你咱家的房子 一年房租多钱 期间呢 那不就得了 十年才七万呢 我都二十来岁了 就我这岁数就体格的 我不操心不瞎想 没心没肺 我能活到六十 我都谢天谢地了 我就再住三十年 才二十一万 现在在哪个城市买房子 不得一百来万呢 虽然是说房子有七十年的产权 那你俩不行 那你都三十来岁了 你喝甲鱼汤啊 我 你能活到一百来岁吗 嗯 不能 再说了 住别人的房子 还不用担心养老送中 所以明天和一万 每个先来都不一定 万一每天你打你挂了 对不 我搬不动你 那房东直接能来帮忙 那一百来万 欠一屁股债 你这天天睁眼 你就得行的咋还房贷 你是不是希望我撑呢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大不了 只要我们不努力 他就过不上他们想要的生活 我跟你说 真的是 我管他的有自由住就行了 我们就像个牛一样 给他们干活 只要我们不努力 他就过不上他们想要的生活 我跟你说 所以这些地方真的是差的要命 叫他去啊 管我什么事 搞不及 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他一件 事我他妈会死的 也许是十年后 也许是三十年 也许是五十年 谁知道呢 有一天我会死的 这个世界上 会没有我任何存在过的痕迹 那一刻我顿悟了 什么他妈的面子 什么人情事物 什么压力 全部重要了 第二天我起床 哇 好轻松 无比的通透 我甚至看到一棵树 我都觉得很感动 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 因为什么都不重要了 那我问你 假是吗 你知道你明年你会死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的朋友 面对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的家人 把这个感悟送给你 把这个感悟送给你 他不怕 哈 哈 你不上班你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上班 那你不上班你怎么赚钱呢 我为什么要赚钱 你不用买房买车娶老婆吗 买房买车走 想说生活呀 那我现在在干什么 你们两个不上班在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上班 你都快点怎么这么磨叽呢 哎呦我还能快了啊 这村里几个老哥们都跟他等着吃饭呢 你说你这么磨叽呢 就你也太扣了 这盘酒拿两盘就得了吧 还非得拿他们一壶散酒 茶叶拿了 这酒都不出啊 虽然是散酒 这都是好酒 茶叶我也拿了 茶叶拿了 咱婚室里吃饭 不能拿太好的茶 太好的酒 为啥 人家笑哄咱呢 笑哄啥 你看你那衣服怎么穿这件呢 你说壮 说咱壮 我特意穿了个旧衣服 找了个旧车开的 哎呦 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呢 我感觉你想事还感觉 好扯你感慨吗好扯啊 还好扯 怎么就不感慨 看白扯多好啊 要想有朋友 错你带着用的 都在和大家一样 你才能有朋友 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啊 现在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 你不知道啊 那怎么可能的 你这么大岁数啥也不懂 哎呀你想是 可多人就拿30岁的男的的财力 跟年轻人比 那肯定比不过呀 他们经常说 永远不要赔一个18岁的男人吃苦 所以我是不赞同这句话的 虽然我对象现在啥都没有 也不知道能不能结婚 但是她对我确实挺好的 能好就一直好下去 也不吐她啥 说完这段话 可能很多人说 哎这个女孩以后会输 你怎么看 输输嘛 那你人生能全部都是赢的吗 他不许 我们上班就这里站下 把您坐下 玩到六点钟又下班了 一天七十块钱又到手 昨天挖的七十块钱都没用完咧 今天又搞了七十块钱 你拿什么给我们玩 我们对钱没有兴趣 我们努力奋斗 只是想给钱有个安稳的家而已 兄弟 舞台再大 你不敢上台 你永远只能做观众 来两句 当保安后悔两年 不当保安后悔一辈子 敬礼 可以 不行吗 因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 雕费太高了 不生比较好 压力太大 按时来 不能把咱嘴里说是你不能生 他能承受得起 他就生了 那如果说第一他生女儿了 你会希望再生一个吗 我不去要求 我要求那么多干啥 你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呀 这个传宗接代 他就是个符号 有啥意思 传宗接什么代呀 他想那是他的事 但是所谓婆婆来讲不去要求 生多了干啥 把车吹走 豆浆冲在孩子身上有啥 没意思 都不行 场里面养我们 要场里面养你们 是啊 包吃包做都说好的了 说好的事情能改吗 场里面是不是说好包吃包做 说好了包吃包做 前天是你得上班了 现在在外面随身 外面找个房子 都要好几百 大几百的 你以为那个钱是大方过来的吗 是啊 本来就是啊 我们 那个全金费还是利算的呢 那个前期大方过来的吗 不是 你们不是阿曼工厂 我为什么要养你们啊 啊 他吃包真的没事干吗 他就是没事干嘛 我们也没养 也你养 也叫你养了吗 叫你养吗 我们自立干生的 这叫自立干生 现在的话说 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可能就是裸婚 什么也没有 那么适应我们的 就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这跟经济条件没有关系啊 所以你自己要把经济条件放在第一位的话 那你就是在找一个跟你匹配的条件 你不是找人 你可能今天选择这一个人 因为你一生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还是要去看你怎么选择 你选择爱那个人 那么可能你不在乎他今天有没有钱买面包 会跟他去住住来的房子 艰苦打拼 但是假如说你选择的 我就是为了少奋斗几年 那你做少奶奶好了 但你也得忍受 那个人可能外面采气飘飘 对你是冷漠的 但有些人会被现实打败 你怎么看 这么说吧 我被现实打败的就是 我们俩不得不出去工作 我们不可能靠在那儿 没有父母可以给我们支撑 也不可能贴上掉线笔 让我们就张嘴就好 因此当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使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的时候 我们俩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觉得像这种奶奶更珍贵 应该跟你过来的 并不认为一定要去哭 假如那个人很有钱 你也真的很爱他 他也很爱你 那也没什么不好呀